我們剛處不一定的 有用要起來順暢你的白水口的 像這個 這就有可能就是我們 鵬子在置不著 風吹的風吹的去這裡 因為我們的排水孔 比較容易積一些泥土 它只要有泥土又有濕氣 它就開始發芽了 它有一種是那個鳥 有時候那個鳥會吃那個籽有沒有 它就糞便它有時候剛好出來 一整顆的來到這裡 它就開始發芽了 那這個如果它如果發芽了 你不去整理的話 它那個鵬子 它就蹭在水孔裡面 你看一下我剛才給它撓起來 撓起來像這樣 這樣 這些鵬子 你如果沒用 兩天就是白水口一直掉下去 那如果掉下去的話 你一口白水就灰掉下去了 灰掉不打緊 那如果一直掉下去的時候 它會把你的那個水管有沒有 有時候把你撐破 樓下就讓你滲水 如果有機會 還是得偶爾 看是一兩個月 或者是半年 上來看一下你們家頂樓的 看這個情況 有這些嗎 請說起來看一看一看 歡迎到樓上有滲水 沒有這樣 這個很重要 記得 然後這個是隔壁的 隔壁的它還長出來了 隔壁的它還長出來了 這個也是要最好把它拔一下 慢慢下來 沒有人工 你看 蹭到裡面 你看到嗎 慢慢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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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有什麼問題 這隔壁的 那是看到嗎 幫它用一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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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軟掉 等軟掉 好 等軟掉